一塊錢能做什麼 小朋友排著隊 在竹筒裡一人放進一塊錢 這樣匯聚起來就是助人的力量 竹筒它帶著一個善心 跟一份什麼力量 然後它可以把它匯聚 變成可以幫助到全球 目前99個國家的慈濟基金會 暑假來臨 慈濟基金會 為照顧護家庭的孩子 開辦生活小達人營隊 透過金頭腦的創意DIY課程 教導小朋友如何延續悟名 我用拼貼的方式 做成這個機器人 材料是什麼 材料是一個紙箱 還有幾個紙盒 就是在這邊放筆 在這邊放橡皮擦等等的 在這裡面可以放錢 然後這個可以裝螺絲 然後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然後就可以裝筆之類的 因為它的玩具很多 所以它們把它分成了六個類別 小朋友學悟名延續的基礎 就是要懂得怎麼捨 居家整療師 教導有效的收納管理 整理不是目的 它是個手段而已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 我整理房間是為了 我可能要在家裡 可以好好運動 那整療師的任務 就是幫你把這條路 可以走得讓你比較輕鬆 走得比較短一點 讓你可以早日達到那個願景 除了靜態課程 還有環保實作 孩子透過各分類區的實際參與 將回收觀念 根植心中 也帶回家裡落實 大約新聞 這是美之宮 尤采傑 夜市春 楊素雲 台北報導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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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